大家好,我是中兴社记者张健 我现在是在武汉软件职业工程学院的康复治疗隔离点前线指挥部 也就是说在方舱医院经过治疗后 核酸检测为阴性的康复患者 在这里再次进行14天隔离的点 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了解这里的情况 同时我也将进入隔离点实地探访 这里隔离人员的生活情况 这里是隔离点的指挥部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张展板 上面是治疗隔离点的仓位情况一栏表 这是从2月21号到2月27号 进仓隔离人员的数字情况 我们看到截止2月27号 这里总共接收了656名的隔离人员 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隔离点 看看那里的情况 这里就是康复隔离区域 我刚刚在医护人员的监督下 换好了防护服进入到这里 正好赶上了我们医护人员 在带领隔离人员进行八段井和太极拳的联系 据介绍 这里五栋楼一共住着600多名的隔离人员 绝大部分表示 当初从方舱医院出来以后 直接回家还是有所担心的 住在五楼的吴先生表示 他走出方舱医院以后 很乐意被这样隔离14天 刚刚出院身体恢复可能还有限 虽然已经转阴了 但是你不知道还有没有产业的病毒排除 如果这样的人我们都回到家里去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这样把我们集中起来 这个更安全 更安全 家里安全 我们自己也安全 您现在这边住的习惯吗 包括生活上 饮食上 还挺好 每天有水果 酸奶 牛奶 然后配上一些适合我们的饮食 所以说我们就我经常跟那个家里有感慨 就是我们在家里去自己隔离 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这样的这个 这里你看他都跟你设计的很科学 这个所以呢我们也感觉到对这个恢复也更有信心了 在这里呢我们见到了正在手机录制医护人员打太极的林小姐 她介绍呢自己是一名插画师 在被隔离期间呢她将过去大半个月从患病到康复的经历 画成了一幅幅漫画 这些作品呢上传了社交网络后啊还得到了不少网友的鼓励 同时呢在想到自己即将与家人团聚 林小姐感慨啊心情是倍感雀跃 恢复的蛮好 就是整个人就终于放下心来了 而且我家里人也没有一个人感染的 所以说现在就是一种很雀跃的那种心情 然后又回到了这个学校的一个生活 也没有想到是以这样子的一种方式重回校园 就是再一次感受到这种校园宿舍的这种条件的下面的生活 那他们如果说要符合这个可以回家的这个条件 就大概是什么呢 我们会跟他检查血肠规 血生化还有核酸检测 然后最主要的还有他的那个CT影像 如果他的CT影像的话 他的吸收良好 核酸检测阴性 然后血肠规和生化检查又都符合标准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出院的一个正常标准 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的医护人员说 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家 加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